2016年7月15日下午 荷兰华侨华人在海牙和平工钱广场举行集会 抗议海牙仲裁法庭非法裁决 表达理性诉求 这次是由四十多个侨团共同参与的 参加集会的人将近一千人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12日的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没有约束力的 基于谎言的这种裁决 是不会对中国南海领土主权产生任何作用的 2013年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 并提出15项诉求 其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领土主权问题 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游戏 中国政府重申我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对裁决与与严厉比批驳 表明我不接受不承认的严正立场 坚决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中非南海争议 中国政府重申 中国人心里长相 中国民族大标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每个人都不承认 最后的好事 我们不接受不承认 我们不自由不承认 违法仲裁 违法仲裁 无道舆论 无道舆论 我们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 我们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 南海是我们中国的 南海是我们中国的 非法仲裁 非法仲裁 虐藤管辖 虐藤管辖 仲裁无效 现场主持人成龙先生表示 南海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 发出我们的声音 多少年后 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荷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 王岳先生表示 作为生活在荷兰的华人 大家都表达了不满和愤怒 今天聚集在这里 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态度 自己一 donuts 立即和公民的故事 健康 乓人的乡人 每个阶段都不满和愤怒 所以那调入你了 然而是我们来 我們捍衛我們的政權 捍衛我們的領主是正常的 警察局在審批上面非常快 非常配合 我們也感謝政府和有關的 對我們這個活動的支持 還有我們就是非常厲害的 支持集團 大家都會親自來參與 既來參加這次的王華僑應該超過千人 但是我們現在的主委會也安排了 以及是為民主負責秩序的 和僑長排過來的這個人 來協調現場的這個秩序 才能夠保證這個合規 和人們做出什麼其他的活動 在國際社會上發出我的聲音 表達我們的訴求 表達我們對這個南海仲裁 這個政治鬧局的公開 為維護中國的這個 民主的這個 表達我們荷蘭的這個 華人華銷的這個心情 歐華傳媒報導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